好,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 咬尾巴的這個小貓咪 掛中的這個原理 OK,我們看一下 這個套寶曼爾的東西不是很靈光 要用這個二奧電池 然後它這個 哇 跟一般的這個那個搖擺的這個原理類似 OK 它給我的手是搖不起來的 因為它這個,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磁鐵 它這個 尾巴這邊有兩顆磁鐵 一個那個北極一個南極 它的磁鐵那個 你那個線圈太遠 我加了兩個這個小磁鐵在上面 才可以搖起來 本來是搖不起來的 OK 然後加了這個兩個小磁鐵 那看一下它的線圈 線圈這個 不大好看 線圈在哪裡呢 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個 個線圈在裡面 那這個線圈這個 它這個透過電流不同的這個電流的方向會造成這個那個 南極跟北極 就磁升電電升磁 它給電的話就升磁 然後就是南極跟北極跟這個 那個音圈馬達類似 然後透過南極跟北極的這個轉換呢 來讓這個磁鐵 讓這個磁鐵 這個尾巴的磁鐵 這個 一個相吸一個相刺 所以就是造成磁鐵這個什麼 造成這個尾巴這個放來放去 OK 原理很簡單 跟音圈馬達 類似 OK 透過這個 裡面的這個線圈 來改變它這個 磁性的方向 透過兩個磁鐵 一吸一次這樣 尾巴就可以怎樣 就可以這個 震起來 OK 再看一下 把它擺上去 它這操作方式呢 這個 一開始一定要給它一個小的力量 不然它震不起來 怪怪 給它一個小的力量 不是很便宜 有一個尾巴是單截的 這尾巴是 一截兩截三截四截 這尾巴有四截比較貴 尾巴單截的比較便宜 尾巴單截就跟我這個 那個 這個刮鐘一樣 跟我這個 那個 Office的這個 那個 鳥的刮鐘一樣 它只是把下面那個鳥 換成一個尾巴 這都單截的 那上面那個 時鐘呢就換成貓 那這多截的比較貴 好像是台幣 有點貴 600塊的樣子 多截的比較難做 OK 多截的剛剛沒有看 多截裡面還有這個 關節 關節要有一些磁鐵 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